张武二年公元222年,刘备在称帝后一年御驾亲征。 面对昔日盟友,刘备丝毫没有顾忌,毅然见指东吴。 遗憾的是,这场战争,最终以蜀汉大军惨败而收场。 若不是麾下将士力保刘备,恐怕刘备早就葬身一灵。 然而此后,刘备一直住在永安白帝城,临终前更是把诸葛亮和李延照到白帝城托以重任。 那么问题来了,刘备在兵败夷灵后,为何要滞留白帝城,而不是直接回到成都呢? 刘备率军出征据照。 首先需要说明一点,刘备没有回到成都,并非是时间上不允许。 也不是身体原因。 根据史料记载,张五二年公元222年春,刘备派黄泉带领水军。 自己则带领陆军进军东吴。 7月左右,刘备由于战略失误,被陆逊在宜邻击败。 将军冯席、张南、富荣、成姬等人战死。 张五三年公元223年3月,刘备将江山设计托付于诸葛亮和李延。 4月方才病逝。 从时间上来说,刘备从前一年的7月,战败到第二年4月病逝。 9个多月的时间,完全可以从容不迫地从白帝城撤回成都。 况且休养9个多月才病逝。 也足以说明,刘备在宜邻之战中,并未受到重伤。 不至于无法行进。 白帝城已指。 有一些学者认为,刘备不回成都是因为刘备不听劝阻,最后导致蜀汉大军损失惨重。 实在无言面对蜀汉百姓。 况且刘备作为一周外来人,回成都后肯定会遭到当地百姓指责。 此言乍一听很有道理。 但对刘备而言并不适用。 因为战败对于刘备来说,可谓是家常便饭。 纵观刘备一生战绩,基本都是以战败为主。 刘备其实并不会打仗,也根本不是打仗的料。 每次打完败仗,刘备都不会难过叹气。 自然更不会感到羞愧。 所以说,刘备打仗失败,并不是他不返回成都的主要原因。 三国时期战争剧照。 在紫渊看来,刘备兵败已零后,之所以没有马上返回成都。 不外乎两点原因。 第一,白蒂成乃是东吴进取蜀汉的门户。 东吴若是想要趁住刘备兵败大举进攻蜀汉。 白蒂成是其必经之地。 况且白蒂成帝是险要,一守难攻。 刘备守住白蒂成,可以阻挡东吴进军。 东吴大将陆迅俱赵。 以灵之战后,陆迅一直率领大军追击刘备。 刘备若不是大将能以死力保,可能早就被陆迅所杀。 因此,刘备在撤到白蒂成后,开始及时布置防御。 驻军坚守。 白蒂成一面还山,三面还水。 背靠高辖。 帝是险要。 显然是一守难攻的军事要地。 虽然刘备军队不多,但是凭此地利,要想守住白蒂成也非难事。 从这角度而言,白蒂成就是蜀汉存亡与否的象征。 一旦失守,东吴就会大举进攻蜀汉。 因此,东吴方面在看到刘备驻军白蒂成后,没有继续行进。 孙权也主动派使者,前往白蒂成构合。 吴大蒂孙权剧照。 其次,这也和当时蜀汉内部的叛乱有关。 据三国志先祖传记载, 在章五二年十二月份的时候, 汉家太守黄元,听说刘备在伊陵大败其身受重伤。 于是公然举兵造反。 后来还进攻林琼县。 如果刘备真回成都, 路上万一被汉军挟持。 蜀汉军队评判时,也就投蜀巨器。 所以,刘备白蒂成脱孤, 之所以把诸葛亮、李延叫到白蒂成。 显然也对此有所顾忌。 参考文献。 三国志属书仙主传。 我们下期再见。 感谢观看